小峰就想問一下,3175怎麼看?現加入遲不遲? 其實這個情況都是跟剛才說的美股的油股 都是有一個相近的狀況 大體上都是在看油價的表現是否有持續上升的趨勢 但是因為這一隻就是一隻ETF 所以需要留意當時在2020年在疫情很恐慌那段時間的時候 曾經這些ETF持有期貨合約的結構 其實曾經有些改動狀況 現在這個原油價格在急升的狀況之後 會不會是基金經理再次是改動這些旗油的合約呢? 以至到是調節那個風險呢? 這個是值得去考慮的 所以就未必是完全是貼近油價的趨勢來發展 如果你說對應昨天來說高位就去到8.5毫半 這些位置 除非會衝勁油價 可以是上破130美元一桶而已 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升勢方面 未必真的這麼大 極其量只是適宜 而是少著去做一個投資 我個人覺得 可能就反而買回中石油和中海油 那個吸引度就會比三星旗油更高 來看一下 studied 你 按摩